政府還在設法穩定香蕉的價格 沒想到屏東香蕉 今天又跌回了一公斤兩塊錢 新皮箱有不少的膠農 在上個禮拜五收成香蕉 不過呢 因為市場銷售不佳 一直沒有盤商願意收購 好不容易今天盤商願意收購了 卻是A級品一公斤七塊錢 次級品更是只有台幣兩塊錢 膠農真的是氣炸了 幾乎是快要貨不下去 膠農拿著電話 不停催促盤商來載香蕉 因為新皮箱天后工錢的集散場地 香蕉已經堆放三天 但電話裡盤商才說 倉庫滿了不願意來收購 又有人剛收成一車的香蕉過來 也發現根本沒人要買 現在就燉市了 沒辦法 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已經真的燉在這裡 沒人來 是要怎麼處理 好不容易最後還是找到盤商 來收購這些香蕉 但價格卻又跌回到谷底 品質最好的一公斤七元 次級品一公斤只有兩元 有車子沒有車子我不知道 如果說七塊兩塊 上禮拜有九塊十塊 現在二六 六到五塊 五塊六塊這樣 山蕉再度跌價 屏東縣政府推估是最近天氣又轉熱 山蕉長得快產量太多 以及農曆七月習俗上不敗香蕉 滿氣大碟所導致 還是一樣的去找這個企業主 要請企業主來協助我們的這個焦農 另外我們也會找適當的地點 像上一次我們是在高雄的農石榴 去做一個大力的促銷 新政府已經在設法幫焦農 尋找其他銷售管道 不過香蕉產銷不平衡 還是需要農委會趕快針對全國產區 想出智本的方法 記者玩具聰明招全屏東報導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